传统疫苗的研发通常需要7到10年的时间 为了因应新冠肺炎 还有尽早解封各国边境和经济 全世界可真的是 卯足全力开发新冠肺炎疫苗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目前各国进度到底如何了 英国在今天就宣布了 批准德国生技公司BioNTech 和美国辉瑞合作研发的疫苗 最快将在下周开始接种 抢在美国和欧盟前 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使用 辉瑞疫苗的西方国家 辉瑞执行长伯拉也表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至于美国部分 辉瑞和莫德纳两家公司 也已经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申请紧急授权使用 有望将在未来几周得到批准 12月中开始施打 另外欧盟药品管理局也表示 已经收到辉瑞还有莫德纳 提出的两款2019新冠疫苗提出的申请 接下来将会加速进行评估 并且尽快公布结果 至于印度呢 已经开始对俄罗斯的卫星V疫苗 进行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试验 未来更将会联手生产 每年超过一亿剂的生产订单 至于中国目前已经有五种疫苗 在后期试验 其中三种已经通过中国的 紧急使用计划 有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已经开始 为人民施打 但这些疫苗的有效性呢 也一直让西方国家很怀疑 那台湾的国产疫苗进度到底如何呢 像是国光联雅等等研发的新冠肺疫苗 都已经进入人体实验了 这于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临床试验中间 而说先前公布的已经有1500万剂疫苗签约成功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带来新的好消息 今天再次透露又一家厂商到签约前的最后阶段 也因为新冠肺疫苗被视为捷径的希望 这个好消息也相当振奋人心